怎麼這樣就可以了 三個參數 好 那我們來試試看 如果各位改完 就是說剛剛增加就是把 其實各位可以把那個 錄製的話不需要重新錄製 你就篩選業務把它call過來 把這兩個input box 把它改一下 今天增加一個y 那錄製的話 你只錄製criteria這部分就可以了 把它改改這部分 其他都一樣 不用改 然後還有這個地方改一下replace replace就取代 把斜線取代成底線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的完成結果 然後如果是這個日期改一下的話 那改完之後一樣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按鈕 我們看一下這地方好不好呢 OK 來看一下 輸入建檔日期這個 篩選建檔日期 請輸入第一個日期 2008的斜線1月1號 然後第二日期 2008的斜線1月15號就好了 不要太多 兩個日期給他對不對 那他自動怎樣 按確定 自動幫我跑完了 跑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新增一個工作表 有 2008年的1月1號到2008年的1月15號 就很清楚 或者甚至你貼心一點的 底線你甚至可以把它取代成什麼 取代成年 年月日 至年月日 但是難度比較高 replace 那你要怎麼把第一個replace成年 第二個replace成月 最後再加一個日 這個恐怕你就是要去 用一些取代的自串的那些函數 是絕對辦得到啦 不過請各位動動腦筋啦 OK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很清楚了 有沒有 所以你會發現 你要怎麼篩選 這個資料 你要怎麼建 什麼樣的查詢系統 我都有辦法幫你建出來 那以後的話 如果說你要更 更棒的話 你就是將來怎麼樣呢 就是 看就是 就是跳出表單算了 然後讓他篩選 不然的話 這個其實我們是臨時性的 做一個大概的按鈕 OK 大概是這樣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 篩選產業別 建立日期部分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那完成的畫面 也可以 參考一下 我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畫面 雲端白板上面的畫面 基本上你只要懂得建一個之後的話 第二個 產業別很簡單 第三個 建了日期也非常簡單 甚至你要查什麼 你會發現了 在篩選裡面錄一下就有了 錄一下就有了 所以 再修改 它的程式嘛 所以這個很快 以往要做一個查詢系統 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簡單的 那現在的話 要做一個查詢系統 兩三下就做出來了